这个暑期可以说是过得很精彩了 从延续攻略开始 暑期大的电视剧就没有让我们失望过 什么时候国产局的水平能够这么高了 未经落这朵黑莲花刷新了我们对于宫斗剧的认知 原来附黑是可以天生的 原来在皇宫中也是可以做自己的 原来宫女是可以顶撞皇上之后剥掉脑袋的 同时还值得我们注意一点的是 这个暑期完全是90后小花的天下 无论是吴锦岩 杨子还是李一鹏 都是90后小花中的佼佼者 颜值演技均在线 最重要的是一点 他们所接的剧本真的很适合他们 随着90后新生代演员的崛起 一些80后的前辈们已经渐渐的消失在了人海中 最明显的便是刘诗诗 这几天 刘诗诗就因为东伯从金威奖成皇威而让了热搜 说句实在的 在当红一线小花中最没上见心 最佛系的当属刘诗诗了吧 他完全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释了什么叫做佛系少女 佛系到连微博都很少发 如此佛系的刘诗诗 怎么对得起微博上的3000多万粉丝呢 刘诗诗最新的两条微博之间的时间隔了整整一个月 这在当红小花中是非常少见的 也可以说挺刘诗诗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刘诗诗的微博简介都改了 改成了我是懒人 这一个月发一条微博 的确是够懒的了 他不发微博没什么 但是粉丝可以说是记坏了 不更新微博 粉丝很难知道自家爱豆过得好不好 虽然我们知道刘诗诗现在很幸福 但还是想看到他更新微博和其他的明星不同的是 在最近一年底刘诗诗没有任何的作品上映 他的生活完全就是在旅游出戏活动旅游出戏活动 这样的循环中度过的 看看杨语再看看赵丽颖 你能想象得到这是一颗一线女星的生活 很早之前就觉得刘诗诗是个薄系少女 不争不强 只想好好的享受生活 在他结婚之后 福系少女的本性可以说是展现的无遗 每次见到刘诗诗都是和吴奇隆在一起 虽然已经结婚两年了 但依旧还像是新婚夫妻一样独交四期 刘诗诗并非是课班毕业 而是学舞蹈出身 能够在娱乐圈中打拼到一线女星的位置并不容易 但我们能够发现刘诗诗对这些虚名看的并不是很重 他更喜欢享受生活 因为是学舞蹈出身 所以刘诗诗一直都是气质优雅 不论何时被拍到 脊背永远都是那么挺拔 刘诗诗的走红并非是运气 早年的刘诗诗真的很美 虽然那诗的他还不红 但却能让人感到眼前一亮 龙奎便是这样引致评夸奖 小龙女的那句 世上曾有如此出尘绝艳女子 用在刘诗诗身上一点也不为过 无论是剧照还是生活照 刘诗诗诗依旧还是那么的美 即便是素颜面对镜头 还是那么的自信可以看得出来 嫁给吴奇隆之后的刘诗诗真的很幸福 幸福到可以不用出来工作 完全由老公养着 刘诗诗这是嫁给了爱情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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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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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